嗨,大家好,我是Oji-san 今天是2022年9月14日 Oji-san每天都会用中文 为在澳洲的华人朋友 播报澳洲的最新消息 澳洲可口可乐公司 决定今年底之前 停止制造澳洲人 非常喜欢喝的一种饮料品牌 Lift 澳洲可口可乐公司的发言人表示 随着可口可乐公司重点转移 Lift的瓶装和罐装的产品 将在今年年底之前 逐步退出市场 取而代之的是 Sprite雪碧的品牌下 将会新增雪碧柠檬家的系列 这里面会包含雪碧柠檬无糖饮料 很多澳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后 都非常的惊讶 社群媒体也有许多澳洲人 表示非常的惨念 有人表示Lift远比雪碧好喝 也有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Lift对他来说是最好喝的饮料 可口可乐的发言人还表示 新的雪碧柠檬家系列 包括雪碧柠檬家无糖产品 将会受到现有的Lift喜爱者的欢迎 好今天澳洲总理宣布将会延长新冠疫情病假津贴 原本这个新冠疫情病假津贴只会到今年的9月底为止 但是澳洲总理表示 部长们一致认为 当政府要求强制隔离 那他们就有责任提供隔离期间的资源 所以只要所有的州和领地都实行强制隔离的期间 大流行病的津贴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好 最后一则消息 气象局昨天宣布 第三次反圣阴现象正在成型 这表示东海岸将又会迎来一次的夏季大雨 反圣阴现象增加了春季和夏季 澳洲北部和东部的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机会 这将是澳洲20年来 首次连续发生三场反圣阴现象 随着反圣阴现象的回归 在春季剩余时间和初夏 澳洲东部和北部 可能会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和洪水 但好消息是 它减少了极端炎热天气的可能性 并可能减轻热浪的强度 而且澳洲东部发生丛林大火的风险将会降低 好,我是欧几桑 今天的澳洲重点消息就播报到此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有任何问题的话 或是想跟我讨论 欢迎你们留言 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订阅或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